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人 总结当代年轻人现状 说当代年轻人摆又摆不烂 卷又卷不赢 躺又躺不平 干啥啥不行 我读这段的时候 我三姨奶就坐在我隔壁 那你吃饭又干净 三姨奶今年九十多岁 但她那个心态是真的好 我咱喝了为谁 你咱水都为谁咧 她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 喝可乐和出去玩 你咱这老爷 我咱爸爸可以没镜头啊 每次拉我出去旅游手里 永远都会有一条丝巾 我没台的 猴台眼妈妈 嗨那红椒又不弄我最差呢 那像法师 咱们哥哥圆满怎么搞啊 Merry Christmas 啊嗨啦Merry Christmas 每次旅游我都会跟三姨奶住一间房间 她每晚准时九点睡觉 打呼噜打到六点 六点十分准时起来拍你的脸 不知道为啥我们家家人起床 都用这一套的啊 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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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三天我出现了六种不一样的黑眼圈 怕我有这个赫兰娜的绿宝瓶眼妆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吗 一时可以把自己脸上的两个窗口 熬出不同程度的黑 熬夜会黑化妆会黑皮肤敏感会很 蓝光辐射内卷疲劳 搞他搞他搞他 这玩意其实也没啥 是有了三大升级吗 浓度翻了个呗 就好用呗 嗯搞什么都 里面有海和相互配的各种称赛 再左手提亮眼就顺便淡化点小细纹 眼神那点灰度也给他压一压 他这个独特设计的扎马克 D1按摩头就舒服得很 乳液质地水润轻盈 大品牌的东西用起来就会比较放心 不容易出错 三一奶拍你或者不拍你 都可以用 我那天还在说我现在的日常状态就是 这一剧没有VIP 今天还没有NG 有些没有MVP 每次还喜欢喝CP 转头就看到我三一奶三文部回来 八七口头就开始炫 懂懂 干嘛怪野生啊 D1们都没我吃 都没我吃 谢谢 我发现你们对我的关注点越来越奇怪了 竟然开始有人质疑我不会玩剪贴 你来画吗 开什么玩笑 剧烟我们没有没关系 我反手就是一颗生财 我一片再一片 腊肠狗 我再反手一遍 小乌龟 小鹰鹉 生财我们就捏小一点不要浪费 给你来一点 啊哈 小偷鼠 嗨 我记得我以前画画不是这个样子的 玩独独的橡皮 你看你看你看看他 三个字正而八经 直到那天我再来了个小孩 把我的乐高城堡 小孩子都会有段时间特别沉迷于画乌龟嘛 我就走过去拿起他的笔 乌龟买个面碗 应该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还想继续画的话 还可以教你画龟妈妈 龟爸爸和 龟奶奶 我妈差点没打断我的头 我就是喜欢小乌龟 然后你就会发现职业白烂一旦开始 就覆水难收了 不过最恋为欣慰的还是之前那个画龟的小孩 那天我妈给我发来的一张图片 可你再也都发没有转头 我就是个剪贴画嘛 还是好好搞一个剪贴画吧 那我们来画一只鹅 呃 而改装鸵鸟它就行得通了 那我们来画一只刺猬吧 贵妇刺猬 好像不是那种事啊 呃 呃 我不管 我就是喜欢小乌龟 谢谢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可爱的女生 上一秒他还对着你 大姐你养鱼啊 下一秒但凡给他看到个帅哥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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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可是夹子音这万一最令人上头的地方 是你但凡听过他夹超过三次 下次他夹的时候你会跟他一起夹 有一次我前脚跟他分开后脚就进了超市 给我个带子 谢谢 收银员兔呢 就我绝对不是说夹子音有什么不好 绝对不是讨厌夹子音 是你居然要夹是吧 就请你把我夹得心服口服 你现在在我面前夹一半不夹一半呢 这边跟我说 今天还吃肉饼啊 那边接电话 给他给我们做一次饼饼 我很难受 杀了个肉子 今天就算天王喵喵来了 他也是肉饼饼 蝶子真的那么好玩吗 我说 睡觉觉 你们会觉得可爱吗 这是个脸脸 其实是个面脸 爸爸是我骗骗 怎么样嘛 可不可爱嘛 总是我那个朋友就把我蝶又蝶不足 夹又夹不服 还整天蒙我 看我蝶爸爸 吃点色眼了 嘿 我说你个糟老 夹子坏得很的 你素颜还卡粉分 你卡粉我反手就是一瓶 亚绅带全身上机器 这广告只有真是妙啊 清透的妆容光 你看你还吃人不 自然显贵气 全新三代升级 它是这种水水的轻薄质地 你看看看看看看 它一上脸浇到你的皮肤里 新版添加的三重莓果精髓 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 一天下来地妆面不干涩 头不了 而且这万一还含 高保湿精华和养肤成分 看你还敢不敢服粉啊 隐匿瑕疵的程度也惊人 这样机怼在脸上 你就看不到我脸上的 换完底妆皮肤就是那种 自然水光奶油肌的状态 这种天上好皮肤的感觉 你知道吗 其实像什么碟子啊 夹子音我都觉得还好 可是你能不能不要 没事就冲着我嘟嘴 就这种 大家都私责你弹吗 录完这一段 我明天说话 快去走 谢谢 最近放假嘛 我那天见到了一个 我正在读初二的妹妹 给了我一份这个 全民抗议我视频背景太过单一啊 就是你抗议归抗议了 好美猫起来吵鼻子的大佬 做个视频容易嘛 既然你们觉得 我一直以来的视频背景 太过单一 那么请往这边看 我披个背景上去不就好了吗 心不心闲 急不急欢 我家就这么大 我要怎么给你们换出朵花来 给你们换个背景长颈鹿打架 我背景再给你们换一个生蚝 两个生蚝 生蚝打架 生蚝开生蚝 你们再不满意我以后 每逢一三五就在背景播一个 一分钟小电影 这个人出无害的囤属 小帅吗 你最喜欢吗 以后我的视频可以就这样 我有我说 你们自己跳去看 上无关 我尽力了 然后我妹妹跟我说 他们想看的是真实的背景 你们的要求 会不会有点多 你不尊死 你不尊死 感谢隔壁两位大哥的客串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够刺激吗 背景不要发出声音 属于众口难调了 绝对是 你们这些合理的要求 我只能说 尽力 OK 做视频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这些 你们会不会觉得 任何东西 一旦是囤了 它就一定会有用 我到底都在家囤那些傻 放了五六年的纸袋子 小毛驴 各式各样的抖利班 还有收纳柜 纳柜的收纳柜 收纳盒的收纳箱 这里怎么还有个锅 手机干化膜 买了半年 派成情同气了 我贴 我就放着 各种酒店牙刷拖鞋 我存到人家酒店都倒闭了 不屁 没客人来 不要跟我说什么 断神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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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 充电线你留着 难道以后不会有用吗 啊 从小到大的衣服 我妈也给我收起来 说拿去给我孤家的 狗 蛤狗长这么老长 哥 你是想不通 为什么有些房间 你明明住得好好的 一夜之间 它就变成杂马嘎呢 然后你就开始 不断地买收纳柜 收纳这些杂物 牙一顿 脚一咬 把里面的杂物 扔了收纳柜 又变成杂物 那不得不承认我很多的杂物 都来自于我可爱的销售 常常的镜子 跟家里的不一样 两个月后 我还专门跑回去 问销售 有没有能配得上她的单品 我居然还觉得有道理 最近我想明白了 所有东西 只要我不扔 等我结婚了 他们就多是我的不动产 席上能上几个菜 就看他们的了 谢谢 牙医难道不算这个世界上 最令人恐惧的职业吗 昨天我去洗牙 一踏进门口听见那个 我就害怕 我都已经这么害怕了 医生帮我看牙的时候还会 我当年月考成绩下来的时候 我妈都没有这么对过我 这世界上唯一能对我这么叹气的人 只有我的数觉老师 我有反思过自己 为什么那么怕牙医 是因为小时候被骗胖的 我小时候对牙科的记忆 就是有一个穿白衣的大姐姐 会温柔地摸着我的头 姐姐不胖 姐姐就看看 然后 我还这么尿尿走得到 她们是怎么可以做到 每次都是 姐姐洗个手啊 洗个手 哎 不 姐姐待会就摆一颗 这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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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怎么不害怕 而且我发现 只要你面对牙医 你的嘴就永远不可能撞得它 谁撞得 呃 小姐 你不摸大嘴 我们是很难操作的 嘖 我嘴烈啊 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看你牙医太多 现在的脏嘴啊 你听 我嘴烈啊 一定要好好保护牙齿 再见